好 美國股市已經連續三天 都是下錯這樣的情況 我們要請教挺好 現在美國前總統川普 他就趁機打心理戰 他說如果選他的話 大家就一起來朝國賺大錢 但如果是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 他覺得美國就會迎來大蕭條 不過要請教挺好 美國在民主黨執政之下 現在真的是會出現衰退 這樣的一個情況 川普時期在最後一年 其實曾經發生過衰退 2020年新冠疫情 民主黨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發生過衰退 他僅僅是在2022年 當時是有一個技術性衰退 主要來自於過高的積極 所造成的下滑 到底會不會由於民主黨 在最後一年當中 所引起的大蕭條 我個人認為 他反而提醒了我們 今年是選舉年 選舉年要怎麼發生衰退 隨時都有更多的財政刺激 來幫助執政黨渡過難關 所以我們真正要觀察的 幾個方向 上禮拜我們看到 非農就業數據 由於特殊季節原因 加上飓風的原因 所造成短期的失增 可是很多人擔心 製造業經理人 採購指數P&I 現在在46.8 是低於50的融枯線 所以市場是緊縮的 還是有衰退風險 可是我們過去 跟投資朋友提過 你要看製造業 要看的是韓國 要看的是台灣 目前針對AI新訂單的 製造業指數 是否在50以上 現在看起來是的 而看美國 更重要的是 非製造業P&I 也就是我們講的 服務業經理人 採購指數 這一波數據出來 是51.4 比市場預期還來得高 就代表著 還是在50以上 而且還高滿多的 沒錯 因為美國市場 是消費市場 而海外 東亞的新興市場 是屬於製造市場 所以只要確保 美國服務業P&I 還在上行區間 50以上的融枯線 那就代表著 市場的代貨潮 不會因此而停歇 事實上在昨天 不只是美國服務業的P&I 公布 在50以上的擴張格局 就連7月份 財新中國服務業P&I 也來到52.1 也是擴張格局 更重要的是 日股昨天也創了 史上最大底點紀錄 甚至一度 兩度壟斷 可是我們看到 在昨天 日本不管是製造業的產出 還是服務業的商業活動指數 都在50以上的擴張格局 就代表著 全球經濟體的消費部門 看起來 還是有持續擴張的空間存在的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討論的問題 就不是立即衰退的問題 就算有衰退 大概也是25年 到26年的事情 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是 市場上現在真正恐慌的 如果是本輪 這種系統單 城市單的大量停損的話 它會不會引發市場的 流動性問題 就是突然之間缺現金了 大家都沒現金了 尤其日元 現在回到日本央行本土以後 沒現金以後 我就要大量的變現資產 來換取現金 有沒有可能 形成這樣的問題呢 這個時候 我們會觀察到 是全球金融壓力指數 FSI 它基本上 是根據不同的指標 包括信用狀況 包括融資狀況 來判斷說 市場上缺不缺美元 缺不缺現金 那通常在零週以下的時候 基本上股票市場 不會有太大的衝擊 那在零週以上 就代表著金融系統 有明顯的收縮 市場在缺現金 所以你看到 在過去幾次 像2022年的時候 缺現金 缺美元 所以股市下跌 那一樣 在2020年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可是現在這個位階 距離零週 還有一段時間 這說明著什麼事情 這說明著 市場上的金融壓力 就目前來看 不缺美元 而且我們都很清楚 市場缺的流動性 還有一個角色 正在背後幫你控場 誰 聯準會 聯準會現在有 5.25%的利率子彈 它隨時都可以藉由 短期內的利率調整 或者前瞻指引 釋放更多的流動性 所以我們這次看到 芝加哥的肺的行長 古爾斯比 他就特別強調 聯準會將會對於 經濟的疲軟 來做出反應 並表示現在的利率 可能過於限制性 說明什麼 就是說你也不要覺得說 好像因為這樣子 經濟的下行 就是遲到的事情 我們都很清楚 有聯準會 它隨時都有可能 釋放流動性的可能性 所以真的是出現衰退的話 美國聯準會就可以降息 沒錯 所以那他 他又不是說現在零利率 已經沒有息可以降 他現在利率子彈多得很 所以我們基本上看到 整個宏觀層面來看的話 目前並沒有立即 要進入到衰退的風險 但是由於短期的 系統單的壓力 和停損的壓力 導致市場上 短期出現了恐慌態勢 那就會把它定調為 在多頭市場當中的 中期回調 那只是說 這波中期回調 是大量的停損單的出現 所以跌比較快 所以我們按照 過往的經驗 比如說以VIC指數來看 從22年以來 一路上行到現在 每一次VIC指數 高速的衝高到波段的高點 通常都隱含著股價 來到波段的低點 為什麼 股價漲多 必然就會有 有適度的回調 而這個適度的回調 就是要讓市場突然覺得 經濟好像沒這麼好了 好像哪裡出了一些問題 這個是多頭的自然慣性 當大家都恐慌的時候 反而指數容易上漲 沒錯 那現在這個時機點 是相對恐慌的時期 所以即便 你可能不認同我所說的 覺得現在我覺得 出清會比較好 但也不適合 在現在這個時機點 直接出清 因為從恐慌指數 VIC來看 現在是偏恐慌的 你可以等市場 沒這麼恐慌的時候 再進行出清會比較適當 再以恐懼貪人指數 來做觀察 通常過往 只要來到40以下 就是整個波段的低點 現在已經來到30以下了 上一次這麼低是什麼時候 就是2023年10月份 當時的中期回檔和修正 所以這個時機點 老實說是市場情緒 比較偏悲觀的時候 在種種跡象底下 我們會瞭解大網 基本上衰退的風險 始終存在 但是並沒有立即衰退的風險 但是這個衰退是不是一定會發生 我們反而可以看看聯準會的態度 如果聯準會現在就是暗表操課 9月份沒有意外 就是降級一碼 不太可能多兩碼三 某種程度也意味著 聯準會不認為本輪的下跌 是反映經濟的走劈 所以反而可以觀察 接下來聯準會官員 在8月份陸續所產生的談話 好 不光再請教廷 其實台股在這一波的下跌 到昨天中挫了1800點以上 大家說修正幅度 其實已經將近有兩成 是不是已經邁入所謂的熊市呢 還是你覺得這是牛市當中一個修正呢 如果我們具體觀察昨天的跌點 還有台子旗的跌停板 的確很恐怖 可是如果仔細觀察 過去如果單日跌幅這麼重 單日點點這麼大的時候 通常都是什麼時期發生的 到底是熊市時期發生比較多 還是牛市時期呢 我們舉例來說 剔除昨天的跌了1800點 台北果市歷史上前五大跌點 有前幾名 前一二三名都在2024年發生 一次是8月2號 當時跌了1000點 上週五 都在新年 對啊 4月19號跌了774點 中期修正 7月26號跌了752點 還有一次是2020年的1月30號 當時跌了660 跌了696點 為什麼 當時是因為春節 所以累積長期的賣壓一次爆發 要不然其實當天跌點照理來講也不會這麼重 休太久了 對 再來一次是2021年的5月12號 這是很標準的 在牛市當中的適度回調 適度會了結 跌了680點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幾乎所有的台北股市史上的跌點 發生的時候 都不是熊市的正在進行式 好像都是在牛市的時候才會出現 這樣子單日最大跌點的情況 這他就彰顯了一個慣性 就牛市當中的回調 往往來的又快又狠 而熊市當中的反彈 往往也來得更為顯著和迅速 所以如果短期內有這麼顯著的跌點 老實說不太符合過去熊市的慣性 通常我們講的熊市陷阱是怎麼樣 每天跌你跌200點 跌了半年你才發現原來自己完全被套牢了 而且錢也都加碼光了 這個時候才有可能會引發 熊市當中的進一步的恐懼 所以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 短期內的擊殺 的確讓台北股市內部的主力換了一輪 你像在昨天 自營商 尤其在避險交易的層面 賣了三百四十二億 外資也不夠賣六百九九億 外資如果賣這個六百九九億 在上週五 那個跌點也頂多一千點 怎麼會跌到一千八百點 這就說明著市場上在昨天 有一群主力正在大量的做空 或者說有一群主力 正在狙擊當前股票 導致市場上有部分 另外一群主力 他被迫離場停損 這個時候市場就有內部 資金輪動的味道存在 有一點類似牛市當中的換手量 那我們要具體觀察的是什麼 我們觀察的是 總體基本面的環境有沒有改變 這有利於我們判斷 有沒有機會重新爬回去 當時的兩萬四千點 按照目前來看 很明顯就是一種 本益比的估值修正 如果按照目前 台股的本益比修正幅度來看的話 目前已經大概 回調到接近十七倍了 十七倍 從前瞻本益比的層面 前瞻本益比本來是二十一倍 下滑到十七倍 十七倍 那我們先用明年EPS來估 可是我們用十七倍來估 的確現在是大概一萬九千點 可是你用十八倍 就要兩萬一了 二十倍就要兩萬三 二十一倍就要兩萬四 說明什麼事情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 由於基本面沒有太大的變動 台北股市的點位 它只反映當前的估值的高低 那現在這個市場上 情緒是高還是低 現在是偏低的 在十七倍本益比 所以這是從台北股市 來做一些借進 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台股接下來的連動度 很有可能跟美國股市 會有一個慣性同步 為什麼 因為回歸均值了 現在已經差了一波了 它會反映 國際股市的資金變化 而如果按照美國股市 來看的話 今年的EPS 因為現在已經下半年了 大部分人有共識 兩百七十五塊 你用兩百七十五塊 去乘以過去 美國股市本益比 大概是借在十六倍 到二十倍左右 你用它的最低本益比 和最高本益比 來進行換算 它會得出一個結論 美股現在的標普拍指數 它的正常價位 就是在4300點 到5400點之間 所以現在適度的回歸均值 其實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簡而言之 現在我們看到 不管是美股 還是台股的變化 猜測由於都沒有 重大的改變 它就說明著 市場上只是由於 短期內的情緒回調 適度的獲利了結 所造成股價的回跌 但是基本上 如果基本面 沒有改變的情況底下 它就終究有一天 會重新回到 上行的通道身上 所以換句話說 台股的崩跌 的確創下了很多歷史紀錄 可是這段時間 我們也必須要清楚了解 就算要離場 第一 要依循著指標 選擇在市場上 接下來樂觀的時候 慢慢離場 那第二件事情 這一波主要是它是 估值 並沒有重大 基本面的變化和改變 所以長期投資者 反而要有信心 持續待在市場當中 好 挺好 但我們看到 雖然美國股市跟台股 當然在先前 漲多的情況之下 再是一波情緒性的 一個回調 大家會覺得跌幅很深 但是不是應該要 在這個時間點去殺地 其實也值得深思的不嗎 好 我們來關心 林陽佩 今年在巴黎奧運 是再度拿下金牌 其實他們在 2022年初的時候 也有在新北林口 這裡有買下新城屋 結果現在增值的幅度 已經高達有四成了 我們要請教廷浩 我們知道這幾年 這個房價上漲 速度非常的快 不過現在呢 會不會隨著台股的下跌 大家說這個股市 減便宜的機會到了 那麼房價有沒有可能 也因為回答 減便宜的機會來了 沒錯 我剛剛看報導 想說林陽佩買房 我以為是他們兩個住在一起 後來才發現 他們去代言 結果就也買了房子 分別買下來 他們是分別在長空交響院 買了自己的房子 當時買的均價 大概在四十六萬左右 可是今年上半年來看的話 總體均價 已經來到六十四萬了 所以房地產市場 他其實是很多投資人 或者說比較保守型的 這些散戶們 他投資一個市場波動不大資產 又能夠穩定增值的資產 漲幅是高達接近四成左右 更何況我們都很清楚 因為房地產市場 某種程度是放大它的槓桿 所以有可能報酬 來得更為顯著 那林口在過去幾年當中 又受到非常明顯的 市場資金的湧入 加上成為一個 新的人口流入地 所以從當時2020年的總均價 單價大概是在三十一萬左右 到現在大概是五十二萬 如果是以新 預售物來做觀察的話 現在大概都是開七字頭左右 所以這幾年房價的確上行非常多 尤其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你看買這些房 如果是兩房 或者小三房的話 這個每個月的貸款 可能就是四五萬而已 在當時 那我們都很清楚 這林央佩 這一波兩次的奧運 每個月十二點五萬 這一輩子就可以穩定的套利了 不只可以繳貸款 還可以有做日常生活的開銷 多好嘛 OK 但是呢 如果全部一次提領 拿來做投資 也許會有更驚人的報酬 他們應該是要月齡 不一定 他們可能有看金齡天下 想說那我來好好投資 月齡比較划算 不一定 金齡天下 搞不好可以幫他們賺更多 這也是一種方式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 對於整體房地產市場 好像沒有完全受到市場 尤其是股價的衝擊 但是它的效果是一一湧現的 為什麼呢 我們都很清楚 今天的違約交割金額 其實已經創了波段新高 那隨著在昨天結算之後 造成未來兩天的交割金額 違約交割金額 一定也會跟著創高 說明什麼事情 有很多人 由於已經斷頭了 現在是急著找資金 尤其如果你是急著找資金 要趕緊把房地產市場 進行出清 或者把房子出清的話 它要的就不是貸款了 所以現代令 不一定會對於這些人有影響 為什麼 它求的是那個純現金 所以很有可能在短期內 我們也會看到 有中股市出的情況 這個是值得大家觀察到 那到底如果股災真的發生 而且假設熊市 就持續的發展下去 到底股市跟房市的關係 又為何呢 股市是不是真的 會大幅的影響到房市 房地產市場 真的如果過去我們想像中的波動度 還要放得低嗎 其實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實證資料 來做一些回顧 你假設在03年 SARS當年 前一年的買賣一整動數 是32萬動 到當年度是34.9萬動 就是說明著成交量不一定在市場的景氣下行年當中有重大的衰退 或者說成交量有極度的收縮 為什麼 因為有可能一堆人終於等到了好時機 就趁這個時機點趕快去換房 所以不是股災之後房價一定跌 沒錯 但是08年那一次又很意外 前年是41.4萬動 到當年度08年金融海銷只剩下37萬了 這說明著有時候如果是短期內恐慌性的下殺的話 那很有可能不管是聯準會的QE 它可能很快就救起來了 像2020年當時就是這樣子 可是如果是那種長熊 一次又給你跌個一年 讓市場上已經完全沒有任何交易情緒的話 很有可能最終造成的房地產市場 還是會適度的收縮 所以它基本上影響的是什麼 就是說如果是短期的風險性事件 它不會對於房地產市場價格有重大影響 可是長期的熊市 那基本上隔一年左右 就會大幅的影響到房地產價值的變動 事實上房地產價值只要跌兩成 等於是投機款就已經全培掉了 這個壓力是極大的 也是一個高槓桿的投資 那我們現在看到房地產市場 雖然我們看到股價有比較顯著的下滑 但是房價目前來看還是持穩的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市場的交易量 是由於受到央行和銀行的現代令的影響 導致收縮 導致買方有時候更急了 我們舉例來說 根據七月份的建物賣率轉動數 來做觀察的話 你看到不對啊 合計年增幅還是有三成三 可是如果你觀察在七月份的 仲介店面的交易數量 目前是全數收縮 現在看到買賣移轉動數 有一個最大的誤差是什麼 就是三年前買的預售屋 現在都在大量交屋 大家要想一下 20年21年那個時候的房地產市場 是什麼情況 QE海量貨幣寬鬆 瘋狂的預售屋競案不斷地 層次不強地推出 所以導致現在買賣移轉動數 本來就會創高 可是七月份從各大數據來看 早就已經量縮了 尤其在這個中股屋市場當中 那它造成的效果是什麼呢 造成的效果就是 現在市場上有任何的真實投資 或投機的買盤意願 一樣就是等別人釋出 看有沒有人斷頭來撿房子 另外一部分 如果是要以小博大 你資金量 你不可能全款購房的 最後就會全部流入到 預售屋市場當中 不過這一波 如果台股再繼續真的跌的話 那可能很多人有資金需求 斷頭的話 真的有可能就賣房子 沒錯 但是我們也要清楚知道 這個時候他要買的話 就是說他要賣房子的話 你能夠買到他的房子 只有用純現金來購買 基本上來不及去生貸 為什麼 它是極用資金嘛 我如果股債已經跌成這樣子 我哪有時間 等你兩個月到三個月呢 所以總的來說 我們看到房價 現在並沒有完全受到 股票市場的衝擊 可是未來一週 值得我們做第一波的關注 也就是短期內 八月份的中股物交易 有沒有顯著的上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今年真正房地產市場 投資的重點 或者交易的重點 很有可能還是取決於 預售物市場的概況 為什麼 因為中股物市場 現在量還是縮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現在手錶 其實不只是穿搭的 這個搭配的配件 其實也可以成為 是保值的商品